大家好,欢迎来到四海维加 在这里听见真实的加拿大 我是贝贝 今天我们聊聊加拿大时尚 很多人会问加拿大有时尚吗 答案是当然有 有些还是顶流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 深耕时尚行业15年的小乔同学 带大家一起了解更多的加拿大时尚 欢迎收听 哈喽小乔 欢迎来到我的播客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乔 大家都叫我小乔 今天我们来聊时尚 那么在进入之前 我有几个好奇的问题 想问一下小乔 移民到加拿大之前呢 加拿大的时尚有没有什么概念 真的没有 说实话是没有特别的了解的 其实那个时间呢 我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有家庭的原因了 那家庭有小朋友啊 可能更多的是在 比如说养娃育儿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那个时候 确实可能更多的是注重 小朋友的成长环境啊 然后这些东西了 我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当时我觉得移民之前 我会去考察东西 加拿大教育怎么样 环境怎么样 然后呢 我们如果生活在这里 它的这个物价呀 房价呀怎么样 会考虑这种更多生活性的东西 是不是 还真是 我你 你还是考虑的比我多 我是真的 我是因为先生先来的 所以我就好像没有一个选择 他都来了 我说那就得了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我就真的没有考虑那么多 就你来了之后 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形成的 对加拿大教育儿的初印象是什么 初印象 我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满大街的人 大家都穿着那个 优格 pants 这是第一个印象 我说怎么没穿裤子 那时候你知道吗 那时候大家的接受度 对这个 的接受度 还没有那么强 真的 你看我是一 应该是一三年差不多 一三年 十年前了 一三年来 我说大家都是穿的 好像没有穿裤子的 这样的裤子 在街上走 然后 我说这是为什么呢 然后会带着很大的疑问 有一些 不能理解 就是大街上你看到的东西 很多都是 大家全都穿那个 瑜伽裤 这个是我也挺惊讶 现在回想起来 比如英国 有人可能穿 学院风 有的人穿的朋克人 就挺多样化 多样化的 然后一到前他想说 大家女生 然后都穿那个瑜伽裤 男生我最有印象深刻的 就是那时候在Downtown 比如说金融 这种小生啊 这个才俊还比较多 但是他们会穿一个 就是那种浅棕色 尖头的皮鞋 就是你看街上 大部分男士 包括现在你会去 大家觉得那样 是非常好看的 我只能是这么理解 我没有真正采访过 但是都是穿瑜伽裤 是 那时候就风格非常统一 就是十个人在路上走 你可能女生八个都要穿瑜伽裤 里面有剩下两个穿运动裤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那时候有没有盯着看一下 人家穿的是啥牌子的瑜伽裤 十年前还没有 冲击感的时候就觉得 为什么要穿瑜伽裤 可能就是还停留在那个 问号人那个阶段 我那时候来的时候 也注意到 大家穿瑜伽裤很多 但是你知道 对我冲击感最大的是什么 就是 我发现他们不管 瘦的胖的 身材好的差的 他们都穿瑜伽裤 然后我当时 我也是停在那种 还是比较保守的状态嘛 那种认知上 就觉得 你身材这么不好 为什么要穿瑜伽裤 你用judge 觉得还是很不对 但是那时候 刚到加拿大的 的确是会觉得说 你身材不好 你就不应该穿瑜伽裤 这样你会把自己的 这个劣势 整个给展示给大家了 是不是 你会有这种 这样的judge吗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点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于我来说吧 我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我从小呢 其实就是一个 小胖子 原来之前在时尚 就是杂志啊 这个我的主编 特别喜欢我 但是他就跟我说 特别苦口婆心 跟我说 说那个一巧啊 咱们还是再减点肥吧 就是他拉到我 然后私下跟我说 咱们减点肥吧 咱们在这个圈子里面 你还是要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确实 这个圈子里面 会有一个 或者我们说 我们过去的一种 白 瘦 幼 包括可能到今天 大家的包容性 越来越强 但是他还是 在那个方向 还是主流的一个 我们说华人 或者亚洲人 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所以来到国外 就是比如说 加拿大也好 其实包括英国也好 他们更多注重的 就是自我的东西 会多一点 这个是我 我觉得非常值得 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或者是去有意识的 去觉察的一个东西 我穿上这个东西 你可能觉得不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舒服 我觉得开心 它是一个这种 self love也好 或者是自己的 自我的这种 富足充盈 它更多的体现在 从内到外的东西 它可能从外 就是体现在 我穿衣服 可能我身材 不是那么的好 我可能是个 plus size 但是我穿着这个 可能因为 现在的我们来讲 穿着yoga pants 我就是自己挺舒服的 我自己 觉得我挺美的 那可能这个 这个部分会 对它来说是更多 它去呈现的 一种方式吧 你讲到这个 其实我 让我想起 我们现在国内 很流行的 穿衣自由 这四个字 在里面生活了 几个月之后 你会很自然地 感受到 就是那种 环境压力没有了 环境的那个 对你的judge没有了 然后呢 你会发现 我现在穿这个衣服 其实不是给别人看的 我在这里穿衣服 更多的会考虑说 我怎么样舒服 我怎么样 更加表现 我想要的一些 生活方式 比如说你想 喜欢运动 那我就表现 我爱运动的 这种生活方式 通过服装来表现 对吧 你已经把外界的一些 眼光给去除掉 然后转到 关心自己真正想要 的生活方式上 非常同意 就是说 我们的环境包容性 突然出现这个词 就是包容性很强 比如说 我们生活的地方 我把我们生活的 这个地方 称为村里 我们身边的这个人呢 他的素质 可能又会高一点 他们都见过很多世界 那他会知道 不去 以一个人的 这样的外表 去扎着你 他会知道 很多这样 更深层次的东西 更给我们 这个好的环境 但是你如果说 如果你现在跟我说 我要去 比如说我要去 Downtown 我要去 比如有一个 什么样的meeting 或者比较正式 这个 那我一样 我肯定不会像 我平时这么穿的 像买菜 这种非常休闲的 那我一定还是要去 有一个 effort 因为人就是这样 你说我们一开始 我们现在知道 不是从这个 表面去诈之 但是别人不认识我 这点我也觉得 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一个点吧 就是 我们一边说着 可能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就是不根据 这个书的表面 去评价 这本书的内容 但是实际上 大部分人 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还是会对你有一个 外表 或者外貌的 这种评价 相信你也是很注重 这种时尚的东西 当然来到这一周 可能比较休闲 比较运动 你会觉得自己 自甘堕落了吗 自甘堕落 这个词特别好 我当时刚来 蒙特利尔的时候 我特别注重打扮 因为以前 不是在国内 有做服装吗 所以我把很多服装 我国内的库存 都带过来了 想着就不用买衣服吗 太可爱了 然后当我 衣服出去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这衣服很好看啊 是哪里买的 因为相对 他们那些运动 修行风景 这个一点点的时尚 对他们来的 都已经很时尚了 那你知道吗 这两三年之后 我也开始在 Costco买衣服了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这个到底是 以一个很好的方式 融入了当地呢 还是说 我放弃了 我原来那些 对这个衣服的讲究 然后自甘堕落了呢 实际上 我穿这个运动风 穿休闲风 我很舒服 特别好 我刚才忽然有一个词 出现就是选择 其实是选择 我有这个能力 我想穿的时髦 或者时尚一些 我是可以去的 但是我想穿 非常休闲 非常融入的事 我也可以 就是它这个能力 你的能力 其实是覆盖的更广 而不是说我 看着周围人 都是穿这样 我只是知道 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就相当于 我们有很多条路 可能就是今天 我就想去买个菜 我就是想穿个 很舒服的yoga pants 明天我去逛生日品 我知道我逛生日品 我可以穿的 对于我身材 会有修饰的 这样的单品 其实更多的是 一个你的选择 你有这个能力 去选择 我今天要穿什么 我明天去穿什么 这一点特别好 我就讲到点子上了 我是那个 有主动权的一方 我想表达的是什么 或者我想怎么样 我想去融入 那我就去融入 我要想 我今天就是想 跟你们不一样 我就是想让 全世界就是 都看到我 那我也可以做到 这可能是一个 我们说最理想的 一个状态吧 嗯 这才是真正的 穿衣自由 那么回到 回到 加拿大时尚 这个问题 你觉得加拿大 真的有时尚吗 就我们在 往下聊之前 我想让小桥 分享一下 你眼中的 这个时尚 这到底是什么 我们说的 这个时尚 我自己的理解 我不一定说 我穿的很时尚 我就要标新利益 我不一定是 所有的 我穿的这个 这个 非常的混搭 我穿个纱裙子 我穿个牛皮裤 然后我很多 这种不同的layers 可能叫trendy 它可能叫时髦 但时尚 就是它更持久 然后它会有 很标志的 你的这种风格 和可持续性的东西 就经典吧 你的眼里 其实时尚 它是一个 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 嗯 然后能够可持续的 经典的 这个是你眼中的时尚 对 所以我们比如说 每年都在换的东西 在你眼里 其实就是时髦 嗯 就是trendy嘛 就是我们说 每年都有 新的这个trends 嗯 就是这个流行趋势 嗯 可能今年 我比如说 我今年就是流行 这个颜色呀 有流行色呀 比如说 今年流行的风格呀 那流行的这个配件呀 有这些面料啊 那它更多是 今年当下 嗯 这样的一个 流行的趋势 比如说网络上呀 学家道没有时尚 那为什么会形成 这么一种刻板印象 单一 就是你现在回想起来 加拿 我们自己在这生活 也好 在外人看来 我们的生活也好 它就是一个非常休闲的状态 我们呢 就包括我们的一些 就加拿大一些品牌 就是运动品牌 休闲品牌 它是做得很好 它是在世界都出名 但实际上 嗯 我们说高定 我们说其他的东西 加拿大没有啊 不能说没有 就是说它在出名的 在世界上 能被所有的人都接纳的是没有的 那我们单一 单一 这个就限制了我们很多的 嗯 让人看到的部分吧 就我 人家看到的 只是 就是这一面 而实际上 可能我们感受的 也就是这一面 可能全部 关于户外运动品牌 对吗 对 要不然保暖 要不然户外 反正就是非常实用 实用又休闲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 比较好的趋势 我是觉得加拿大的品牌 终于熬出头的那种感觉 现在全球都开始兴起了 这种运动风 这种户外 可能这跟疫情也有关系 我觉得疫情之后 大家非常重视 自己的健康嘛 包括我很多朋友 都会找我说 问十足鸟啊 问Lululemon啊 然后那时候我还挺高兴的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很厉害了 你看有几个品牌 十足鸟 Lululemon 它其实已经差不多 不够占领 全球市场 市场份额都还蛮高了 对不对 对 其实它在就是 这个细分的市场里面 它是就是第一的位置嘛 我为什么说 它的时尚你不懂 就是因为可能 以前那个时候 大家还没进入这种 要追求运动的 这种生活方式 所以呢我们 我们提前了 我们提前的 默默的发展了 但是呢 现在进入这个 这个整个世界发展到 要追求运动 追求这种生活方式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时代就来了 是不是 我现在因为 也是在加拿大 生活久了嘛 也特别喜欢运动 就是我们可以聊一聊说 这个服装背后 其实它非常反映 一个国家的文化 一个社会的价值观 对 不同的文化之下 产生的这些 人的需求 会有一些变化 因为它可能有 这种文化的历史啊 包括文艺复兴啊 包括它很多 有这种贵族啊 这种阶层的文化来讲 影响 那它就是 我可能在个人的 这种迫赞上 就是它士族 比如说 这么多年 它爸爸 它妈妈 或者它姥姥 它穿的这种东西 就是一个 很自然的流动 它并不是说 刻意的说去追求 你说英国人 刻意追求吗 好像也没有那么追求 但是它就是很自然的 你选择也 文化沉淀嘛 对 一定是 它有一些包括 不是说对比 或者比较 那你 你比如说英 欧洲的这些 包括博物馆啊 这些文化的 这些根基的东西 那天我还跟先生 开玩笑 我说这个 这个放假 说想去个博物馆 就那么两个 可以去的那个展业 没有什么变化 你要是说在欧洲 你要是在英国呀 在法国 那你去不管 那各个大小的 这种博物馆 这种艺术的氛围 包括你就是 你在里面 就是你也不用去学什么 就是在里面泡着 有很多就是 两三岁 三四岁的小孩 人家就是 就是在那 博物馆里面泡着 那它很多的这种 意识啊 包括它很多的 这种文化的渗透 可能就会有差别 加拿大就是历史本身 国家历史也比较短 纯历可能也才 两百多年是吧 对 但是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 其实都是 英国 法国的移民过来的嘛 我们这个国家 刚建立的时候 英法的移民 欧洲的移民 其实比较多的 那你看那个 他们 也挺有讲究的 这群人 来了这边之后 加拿大本身 大家的地理环境 气候环境 都要文化 可能这些因素 也会把它重塑成 不会跟原来一样 你看现在 就像你说的 非常单一的运动时商 就因为冷 所以保暖品牌 特别好 对 就是保暖 Function 这个功能性 这都是特别重要的 得先那个 生存下去 对对 就是它功能性 它实用这一块 也是因为这个冷的 这个算是劣势 但它其实也变成了 现在这个品牌 为什么能活起来的优势 你想这个 护城河就有了 以前我说 大家都讲 加拿大没有时尚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时尚 前面再加两个字 运动时尚 我觉得加拿大 是完全引领运动时尚的 你有没有发现 对 头牌 世界第一 然后我这次 我们这个播客标题 不是说吗 说加拿大是时尚荒漠 我觉得那是 以前的刻板印象 但现在加拿大 绝对是引领 这个运动时尚的头牌 是不是 真的是 你有没有发现 像加拿大这种功能型的 保暖型的这种衣服 稍微加点时尚元素 它很容易就变成这种 运动时尚 时尚类的衣服 它要变成这种 功能性的衣服 很难 门槛很高 对 挺有意思的一个点 我其实前几天 我也是在思考 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说有一个名词 athlet 就是这个运动 加luxery 这是新组了一个词 luxery 就是这个奢侈品 加运动 它其实是一种风格 展现 就是说 在既休闲 既运动的情况下 在融入一些这些 我们说 所谓的这个 时尚 流行的因素 对 时尚的元素 它会打造成一种 第三类的 我们说 不同种的这种风格 在全球比较有名的 加拿大品牌 有哪些 大家肯定知道的 肯定是lululemon 对吧 还有冬天 这就是大鹅嘛 加拿大鹅 那个十足鸟 我不是活起来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牌子 是国内活起来了 我那会儿才了解 原来十足鸟 是加拿大的 然后我才第一 知道这个品牌 国内的生活方式 它也在变化 其实也有挺大的关系 你发明发现 就是我身边 反正很多朋友 我的同学呀 我的朋友 其实大家很多的 这种生活方式 也慢慢的在转变 户外呀 然后这种 像我有很多朋友 就是什么登山啊 这个徒步啊 然后那个东西 确实它是刚需了 成为一个东西 很重视运动现在 对 像我们刚才运动品牌 讲到 比如说十足鸟 Lululemon 然后这样大鹅 还有什么ROOTS ROOTS你有没有买过 说实话 没有 没有 我知道的很多人 觉得好像是 加拿大人手一键 Lululemon 是吧 我能就是 我能理解它的 比如说它的面料 它的手感 也还是好的 我也是 我看看 我知道它很有名 但是我进去灌了一圈 不是我的菜 可能送人会有 比如送家里 比如家里有小朋友的 可能送国内的朋友 这种作为一个 加拿大的一个代表 可能会有 但是自己还真的没有 然后我们刚才不是 讲了好多这种户外品牌 有没有发现一些 不是户外的时尚品牌 但是也是 比较有名的 我昨天刚刚去 那个买了一件 Aritazia 那个算不算 算也挺有名的 对 那是加拿大自己本土的 那个No.1吗 也是属于 非户外的No.1 还有的是 那个是我在国内 就已经知道的 Frank and Oak 啊 Frank Oak 对 Frank Oak也是 我在国内就有人跟我说 这个是加拿大牌子 然后那会儿 我看他们那会儿 有个包 他们家出的一个包 特别有名 Frank Oak 它其实是 创始人 其中是有一个韩国人的 所以你看它的东西 其实更多的 算是 算是有点极简 或者是比较这种 稍微结合了一些 这种北美和亚洲的 有一些东西吧 但是它确实是 日常可以选择的 当然还有 比如说你要说 在加拿大的 曾经在国内也比较火的 这个Club Monaco 这个是加拿大的 这个在国内 很多年前就有了嘛 我记得那时候 这个北京有金融结构中心 那时候开了很大一家店 那价格也还是 当然你在加拿大 它也算是价格 不是算低的 算奢侈品了吧 中高的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迷什么 加拿大这种运动品牌 比如说你是不是 Lululemon的迷啊 我其实个人不是 我曾经迷过一段 就是这种运动 因为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就是疫情前嘛 应该是去 去gym去的比较多 那时候因为天天 在gym里面 在身份上里泡着 那你肯定是要 有不同的衣服 但是其实我是一个 不是特别对品牌 有追求 或者是要 一定要品牌的东西 我说也可以 就比如说 当时说到Costco 其实Costco的 那个瑜伽裤 是我穿了这么多 瑜伽裤里面 其实版型和性价比 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我也买过一次 然后我上网 哎呀真好穿 我还要再去买 对 而且你知道我 因为我自己的身材 并不是这种 穿什么都好的 我的腿是比较粗的 然后我也有小肚子 那其实对于正常人来讲 Costco的那个 牌子的裤子 它不会 它反而没有那么多的 怎么说 反而它修饰身材的 一点都不差 不比Lululemon差 就是对我来说 如果单纯只找性价比 或者对身材的友好性来讲 我对品牌 没有那么大的诉求 更多的是 它对你身材的修饰 或者是它 你穿上之后的感受吧 这个是比较 理性的消费者 我是这种性格的人 就是火什么 我就越不要去买什么 可能很早以前 就看过这种 消费主义的这种书 会觉得 哎呀我不能掉入 这种陷阱中 然后很多东西 我都觉得是 营销的作用嘛 Lululemon还都是 只去打车村买 特别好 性格比极高 性点赞 然后我现在还有 那个十足鸟 我知道现在国内很火 我还没有入坑 但我知道 他们说 他们那个 面料是很硬的 就是它的 意思是 它那个面料的功能性 是很强的 这个东西门槛是很好的 就是比如说十足鸟 我身边也有朋友 比如说五年 五年前买了一件衣服 可能拉链坏掉了 那人家直接就给你 寄新的嘛 作为一个品牌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让人 有这个信任感的 另外一个部分嘛 会来加拿大学习 时装学校吗 你有没有了解过 加拿大的时装学校 如果是想 想真的是去学时尚啊 或者是学对这种服装啊 感兴趣的 最推荐的一定是有历史的 这种欧洲 然后可能 美国的话 就是说新一点的这种 潮流的话 那就是纽约 一定是要在大城市 就是这种顶级的城市里面 你见到的东西 你吸收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这其实也回到 我们刚开始说的 就是这种 加拿大的很多的 单一性的东西 它接收到信息的这个速度 也是有一个延迟 比较滞后 你觉得加拿大的时尚 对全球时尚 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我就输了这个问题 在Google上面 然后出来了 一篇文章 在讲的几个影响 我先分享 我说你来分享你 它一个是说 那个blanket jacket 背的 就是这个我们说 Hardison背的这个 毛毯大衣 其实那个毛毯大衣 是有一个名字的 我记得我记得叫 Tapote 就是C-A-P-O-T-E 就是这种 我们叫 叫wrapped coat 它实际上就是因为毛毯 毛毯而来的 这个部分 当然就是 真的就是跟保暖来的 但是说到这儿 其实我想要说到贝了 其实我现在发现 就是贝 他自己出了一个collection 就叫这个Hardison 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 他的东西出来的 虽然没有那么浮夸 虽然它还是比较这种 简洁的款式 但是是有现代感在里面的 就是你看它 你就知道 就是它家的牌子 就它的东西 很有这种辨识度 对 就包括它那个 就是它的那个彩条 我是一眼就看见了 我非常喜欢它那个彩条 我对彩条是一个 没有那个 没有抵抗力的 你包括英文 原来就是Paul Smith 它是有这种stripe嘛 就是以彩条著称的 然后包括到加拿大 就是这个Hardison Bay 他自己出的 他其实Hardison Bay 在加拿大的这个服装历史上 也算是 就是这个开拓者了 就是从他开始的 各种这种彩条的 大衣啊 这种包括他有一个 就是跟原住民嘛 他有很多的这种 相通的这个东西 其他的在世界上 有什么影响呢 然后还有是运动服 就路次出的运动服 可能有点像这种 套头衫一样的 然后还有那个Parker 就加拿大额 他不是很有名吗 然后还有那个 Winter Boots 就我们冬靴 这个也是加拿大来的吗 果然都是保暖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 The Talk 容线帽 比较native的加拿大人 或者在这里生活了 几代的加拿大人 我看他们冬天 都会戴这个线帽 那还有一个就是 Lululemon这个 这个瑜伽裤 话说回来 中国有没有什么 世界名牌 在国际很有名的 它缺乏原创 自主研发的这个东西 其实不只是在时尚 或者是在这个服装圈 在任何的圈 模仿制造能力 是非常强的 但是我们自己去创作 或者去创造的 这个部分 我们说creativity 对 包括一些 比如说 为什么加拿大 有加拿大鹅 有这个失踪 人家专一 我就专在这一个项里面 我做成这一个 类目里的头部 我不管 我可能这么多年来 我都不火 我都是一个普通的牌子 但是我就是 降人精神吧 其实这点也会有 包括日本的也很多 他就是说 我这一辈子 就做这一件事情 小而美 非常的精 但是我只是 专一的做这样的 当然这个 就跟历史也有关系 我们可能 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 造就了我们 可能要更多的做制作 可能原创的东西 会有限 但是慢慢的 我相信也肯定有 国风的衣服是吧 对 心中事 这个国内 比如说有一些 他们在做这种 他非常用这种 证捐啊 用这种非常好的 这种面料去做东西 那你可以也做心中事 你也可以做 其他的款式嘛 但是这个面料 是我们中国 就是自己的 那这个东西 你没有替代 就跟丝绸 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 那中国一定是 一定是除雷八粹的嘛 就我知道你现在 不是也在做 personal stylist嘛 就是陪伴别人 去帮客户 去选他的衣服 然后找到他 最适合的衣服 就这些工作日常 你能不能给我们 稍微介绍一下 我还挺好奇 说起来它没有很复杂 因为我们更多的是一种 这种一对一的服务嘛 它是一个就是 更高端的 就是说 因为每个人 其实你说皮肤的颜色呀 包括身材的这种比例呀 包括你的这种 面部五官的这种细节 都是不一样的 自己的 有自己的这种特性 那我做的 可能就是有一个前期的 比如说我们说 这种consulting 那其实真的 这个色彩的这个部分 还是挺重要的 我永远说色彩 大过于其他一切的东西 因为人我们视觉动物嘛 对 然后就是你的身材 比如说每个人的身材比例 比如说 拿我自己来说 那可能我的胳膊啊 腿啊 或者是这个小肚子部分 就会有 我的身材 也有我的形状 那我们怎么去穿哪些款式 可以扬长臂短 那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那第三部分 那就是说 根据这个五官 我是和什么样的面料 那面料 因为你也知道 面料有软的 有稍微硬挺的 那款式你也有什么 比如说圆领 方领 威领 就所以更多的细节的 这个部分 现在就是一天时间 然后陪着他去逛 正常的来讲 并不能一天 一天可能就真的会累坏的 逛一天谁也逛不了 可能就是大概三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其实我更多希望的是 在经过我的陪伴之后 慢慢每个人 他自己能慢慢的去找到 自己的很多的东西 就你在选的同时 告诉他你为什么要选 其实他就学到这些知识 知道他要自己 可以去买 是的 这个是我希望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引导吧 就是引路人 这样的我把他可能 一次不行两次 那就在慢慢的经历的过程中 他知道培养了他这种分析 那他慢慢的自己会 能形成这样一套系统 他自己也慢慢会 知道自己适合什么 那这个是我 我希望最终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当然我后来也知道 很多人 比如说他没有这个时间 或者经历 去做这个一对一 那可能我会更多的 我就是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做了一个 广普类的 广普类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去挑一些市场上 我们能买到的比较 性价比或者是 款式上面 我认为他会适合大部分人 但是我叫他这个叫什么 精选衣橱 那比如加拿大市场 就是我们加拿大的品牌 那国内的市场 可能就是在国内的一些品牌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 这些相当于一个shopping list 我都给你列好了 可能春夏 我也比较推荐这种 极简衣橱嘛 正常的 45个到50个piece 就是你一个季度的 就够了 那这些东西 我都给你列好了 你自己可以去 就相当于给你列了一个大纲 其实你这个相当于是比较 大众化的这种 竞选衣橱 你有什么建议 就怎么样穿得更时尚吗 我觉得其实细节挺重要的 如果是让我有一个建议的话 就是说 永远不要忽视 配饰的重要性 你就算你可以穿得很简单 但是一到两件的这种配饰 包包 鞋子 帽子 包括饰品 不用很复杂 但是它一下会提高你很多的这种精细度和 提高你很多的这种精致感 但是对我来说 比如说 你运动你带着配饰就很危险 那这种要怎么办 对比 对比感 它是一个颜色 款式 碰撞感 其实这个碰撞感 就是说有很多是我们 在不经意间 你会觉得 让人眼前一亮的这样的感觉 非常好的建议 那谢谢小乔今天的分享 不知道听完这期 大家对加拿大的时尚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想法 如果你有什么观点 欢迎给我们留言 拜拜 很开心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